现在开始,我们今天家长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咱们关于JMC的一个备考规划,因为有很多家长是第一次接触到学而思的课程,并不是在咱们秋季班跟我们一起复习十一加一起跟过来的, 所以说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JMC这个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在整个升学的过程中有怎么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环节,好像有人没有静音,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静音,行,我继续啊, 那么,介绍完JMC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整个春季的一个课程的规划,我们这个课程是怎么来的,怎么设计出来的,这十次课分别讲哪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会像咱们十一加备考一样,十一加带大家做了很多的模拟考,带了很多,做了很多的打卡,那么咱们JMC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活动呢,比如说我们当时的这个第一轮打卡,备受好评参加的孩子们特别多, 那么JMC会不会有类似的打卡呢,我们稍后就会给大家揭晓,好,那么首先进入到这个JMC的一个备考规划,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我们最近,咱们小学,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我们一起帮大家研究的,英国这个高端生培养体系的一张图, 那么如果说孩子想未来上G5,那么这张图呢,您就可以截图保存,当然这个PPT我们稍后也会发给大家,这个呢,我就不过多的去阐述了,我们简单的提一个点, 比如说在这个year Y12的时候,也就是高一,对吧,这边初中是五年,高中是两年,在高一的时候呢,老师会给孩子一个预估分,孩子可以拿着这个去申请他想要上的学校, 那么这个预估分会参考哪些成绩呢,比如说孩子的竞赛获奖的经历,比如说孩子的GCSE成绩, 有些呢,还有会参考孩子当年考试一家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情况,等等,那么其实呢,给大家展示这个图, 就是想说,学而思呢,对于这个英国的这个整个高端生的培养体系,从三年级到十二年级, 给大家研究的非常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们每个阶段给孩子们设计的课程, 对于他未来的一个升学和这个学习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下方啊, 这个数学竞赛目标有一个GMC的获奖,那么我们刷很多的这个U-CAMT体系下的竞赛, 如果说咱们孩子天赋特别好,那么你未来可以继续到中级竞赛, 高级竞赛,甚至有可能参加这个国家队,对吧,还是很有机会的, 尤其是在我们学而思学习的小朋友,数学一定是非常强的, 那么另外呢,这个成绩啊,还可以用来在我们的申请文书里面去给自己啊, 润色去增添一定的这个啊,我们的申请的一个背景啊, 所以说呢,这张图那完整的体现了咱们的一个高端生的一个培养体系, 那么接下来这张图呢,就是我们学而思的课程啊, 和这个英国的升学体系是怎么衔接起来的啊, 那大家看啊,我们学而思有A班,M班和C班啊, 那么最开始这个这一列呢,就是科目了啊,数学, 我们现在目前呢只focus在数学的这个层面, 因为数学在整个升学体系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孩子在考这个A level的时候, 数学是一门,Fother Math是另外一门啊, 那么其实它都是和数学相关的,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数学学好, 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吧, 学一门呢,我们可以相当于是去考两门考试, 那它是分开去去评分的,对吧, 所以说呢,大家结合这张图能看到啊, 我们给大家设计的这样一个,呃, 升学体系,以及我们每个班,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孩子在M班,在A班啊, 或者是说是在这个C班,那么咱们上了这个,呃, 咱们这边的未来初中的课程之后, 你能够去参加哪些考试啊, 能够涵盖哪些考试里面的内容, 未来又能够怎么样帮助你去考A level等等的啊, 都会在这个图里面给大家呈现出来, 好,那么呃,接下来呢, 我们就言归正传啊,回到咱们的这次春季课的JMC了, 那么啊,很多家长可能,呃, 是这个最近才报名的, 最近呢,有一些家长才报进来的啊, 他可能不太了解JMC和学校的差异大不大啊, 这个竞赛会不会和, 因为咱们这边的中国家长非常多, 以我个人在国内学习的, 我的这个中学是在国内学习, 我也搞数学竞赛, 那么其实在国内的话呢, 竞赛跟校内体系差异还是蛮大的啊, 因为呢,呃, 如果你要学校内的高考的那个升学体系的话, 你就得,呃, 如果与此同时还想通过竞赛能够得到加分, 那么我们得学两套体系, 因为国内的竞赛呢, 他更追求超前的去学大学的知识啊, 但是在英国这边呢,呃, 呃,比如说我们这边呃的这个初中老师和我们最近在刷了 一千多到所有从99年到, 呃, 去年所有的JMC的这个真题之后, 我们会发现其实英国啊, 呃, 他的竞赛和校内的区别并不大, 只是说呢, 假设在我们这个, K-Stage 3的这个范畴下面假设有100个知识点, 那么竞赛是什么样的, JMC就相当于从100个知识点里面他挑一些啊, 比如说挑呃50到60个知识点出来, 那么把这些知识点难度加深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竞赛的考试题, 他完全不是说啊, 我们现在呃, 这个六七年级的孩子需要去学大学的知识啊, 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呢, 在国内是, 哎, 我看有家长, 是不是? 我们在A班也是学竞赛, 而不是只有竞赛班学, 是的, 啊,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呃, 我们现在的这个C班, M班, A班的一个区别是, A班呢, 讲的难度不会很大, 那但是呢, 呃, 孩子去参加这个JMC考试, 对他的帮助肯定也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如果是C班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在呃, JMC的这个长期班学习的过程中, 给他加一些更难的这个难度的题目啊, 也就是说希望孩子能以自己的这个数学基础为一个啊根基, 然后呢, 能够通刺到更好的一个名次, 比如说进入JMO, 并且在JMO中还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奖, 那这个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好, 那么比如说咱们在A班, 在M班, 在C班学习, 那么通过咱们这个春季的学习, 呃, JMC未来, 呃, 拿一个奖, 拿一个不错的奖,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只要跟着, 呃, 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备考规划一起跟下来, 好, 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呃, 其实啊, 因为咱们上半年在读的学员都是在备考11加, 呃, 我们会发现11加每个学校的这个, 呃, 出卷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很难, 呃, 就是说我们想, 呃, 去对比孩子在整个英国范围内, 咱们是数学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一个程度, 对吧, 那么JMC呢, 呃, 就是一个很好的考试了, 呃, 在英国呢, 每年有25万的学生是要参加这个JMC的, 呃, 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啊, 这个整个年级的在读学员都要去参加啊, 呃, 呃, JMC它相比于11加的好处就是, 呃, 咱们可以在全英范围内找准孩子的这个数学的定位, 比如说咱们拿到这个JMO,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数学这个范畴里面, 基本上, 呃, 可以说是非常顶尖了, 啊, 因为只有呃, 这个1200名左右的人啊, 可以进入这个JMO, 那孩子呢, 就有机会去进入这个JK, 当然了, 呃, 给咱们六年家长啊, 就是说因为JMC他的这个参加的年龄范围是Year Six到Year Eight, 对吧, 那所以说呢, 我们六七八年级是一起去竞争的啊, 那么咱们七年级还能不能再参加一次呢, 当然可以啊, 所以说咱们今年参加, 如果能进入到这个第二轮JMO, 或者说是进入到JK,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如果说呃, 咱们的成绩呢, 没有达到预期,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有一些知识到八年级才学嘛, 就像我说的, 这个竞赛, 英国竞赛体系, 它是和学校的这个进度基本上一致, 只不过是在深度上和选择知识模块上会有区别啊, 好, 这个呢, 就是对于JMC的一个介绍, 当然未来我这边也会在各个, 比如说咱们的视频号, 小红书的平台上去介绍更多关于JMC的一个备考规划一些, 一些这个背书啊, 以及咱们中学的老师也会给大家讲更多的关于英国竞赛的一些, 一些科普性的一个内容啊, 大家就我们敬请期待啊, 后面会有的,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啊, JMC的它的一个考试时间线啊,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所提及啊, 我这边呢就不赘述了这个后面会发给大家, 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JMC呢今年是4月27号啊, 也就是4月底会考, 那么接下来前25%呢会这个进入JK, Junior Can Group, 然后剩下的还有更优秀的一部分孩子呢, 可以进入到这个JMO啊, 的这个第二轮的这个比赛, 嗯, 那么基于咱们4月份, 4月底考试的这样一个前提啊, 我们的这个课程是怎么设计的呢? 首先咱们整个六年级上半年的学习规划啊, 一个就是主打JMC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学知识体系的搭建, 那么他的总体定位啊, 总结下就是帮助大家进入中学啊, 最快, 最快班的这样一个敲门专了, 那么啊, 这里呢说以我们的春季课呢, 是以中学竞赛为主, 确保孩子在4月份参加JMC考试之前, 能学完95%的支持点, 为什么不是100%呢? 啊, 就像我所说的, 因为咱们是六年级啊, 这个很多支持点可能到八年级, 你才你才需要去学啊, 所以是是这样的啊, 好, 那接下来呢, 啊, 这个图呢就给大家展示了, JMC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内考的题目, 啊, 这全是真题的一个研究啊, 有1077道, 那么可以看到他和十一家有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几何占比非常的高, 啊, 在这1000多道题中有300, 啊, 多道题都是几何题, 啊, 几乎占到了这个三分之一啊, 左右的一个内容, 那么, 所以说大家会啊, 稍后我会再展示这个春季课的课程大纲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啊, 十字课里面有四讲都是和几何相关的, 然后接下来呢, 比如说word problem, 这个题呢, 啊, 这个类型, 咱们在十一家里面学的特别特别多了, 那就是这部分的备考呢, 我们在十一家已经很充分了, 所以说呢, 咱们在春季课中呢, 不会涉及太多, 而且他的难度基本上也跟十一家持平, 接下来呢, numbers and operations, 这个计算模块呢, 呃, 十一家讲的很多, 但是到中学呢, 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个支点, 就是这个成方的学习, 可以看到春季的第一讲, 就是讲成方啊, 然后接下来呢, 是组合模块啊, 组合模块呢, 是呃, 怎么说呢, 把很多很多这个难题啊, 都归类到一起啊, 把它叫做组合模块, 所以说呢, 大家会发现我们春季识词课的后半期, 呃, 组合模块占比比较高啊, 学的比较难, 接下来数论模块, 数论模块的话呢, 我们呃, 这个呃, 也是在十一家里面, 把呃, GMC要求大家会的这个呃, 难度呢, 全部都已经涵盖到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模块呢, 你就复习我们这个秋季课学的数论啊, 那那几讲就可以了啊, 完全OK啊, 就是呃, 完全呃足够啊, 去应付GMC了, 然后接下来技术模块呢, 我们会在春季课中有一讲的补充, 因为技术模块是咱们秋季课的第三讲, 讲的这个惩罚原理啊, 那么我们春季呢, 在这个基础上再会给大家讲一些复杂的技术模块的题目, 之所以呢, 要有这样的课程设计, 呃, 完全就是基于他GMC啊, 这个考试的一个特点来去设计的啊, 然后最后呢, 代数模块, 代数模块, 比如说解方程等等, 这些都是孩子们特别易错的一个点, 但是这部分呢, 我们前面已经练了特别特别多了啊, 这个呢, 孩子们拿以前的这个我们的呃, 知识点拿来复习就行, 那有些家长可能会说, 那比如说有些模块, 我这个十一家学完孩子有所生疏怎么办啊,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呢, 会设计很多的打卡啊, 很多的模拟考, 还有啊, 这个未来还有短期班, 对吧, 啊, 把这些知识呢, 都会从头到尾的再过一遍的, 所以不用担心, 嗯,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春季大纲了, 这个我就不过多的说了, 简单的提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前五讲呢, 啊, 他的这个难度不会特别难, 是属于中等难度, 然后到后面五讲的就是中高难度, 并且呢, 呃, 您可以看到几何和组合模块, 是咱们这次春季科学系的一个重点, 嗯, 好, 那接下来这张图就很重要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春季的这个规划中呢, 啊, 我们的课程是从一月, 这个一月二十八号那一周啊, 上到三月底, 然后考试呢, 是在四月底进行, 那么咱们长期班的学习呢, 在前班期, 啊, 就是这个期中考试之前,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计算, 几何, 技术, 这几个模块, 通过模块化的学习呢, 覆盖GMC的必考考点, 然后从二月的这个, 也就是期中之后, 咱们呢, 主要就是针对几何和组合模块了, 难度就会更高, 这一部分呢, 大家学起来, 呃, 可能会觉得有些困难, 但是呢, 我们会通过, 啊, 这样的模拟考啊, 群内答疑的形式, 帮大家把这一部分都解决掉, 那么备考活动, 啊, 呃, 说一下, 首先呢, 在这个月的26号, 我们会, 呃, 给大家做一本非常精美的书, 叫做UKMT初级竞赛一本通, 啊, 它就是针对GMC的, 那么这本书呢, 啊, 会以纸质版的形式, 寄给我们再读的, 在英国境内的这个家长, 啊, 如果说呢, 您不在英国境内, 现在没法给您送, 也会把电子版给到大家, 啊,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GMC的三大难典短期班, 会在下下轴就开启, 但是这个短期班呢,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 如果说孩子参加了咱们秋季班十一家课程的学习, 这个班呢, 我们就不用报了, 因为呢, 这三大难典短期班讲什么呢, 讲技术, 讲整齿特征, 讲啊, 这个, 呃, 还有一讲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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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讲是我们秋季也涉及到的一个模块, 啊, 然后呢, 这三讲呢, 在咱们短期班里面, 啊, 这个, 为什么会有三难典短期班, 因为考虑到我们现在有很多, 啊, 这个, 刚报名咱们春季班的家长, 并没有跟我们秋季班一起去学习长季班的, 啊, 那么这个, 这个短期班呢, 就建议咱们去报名去参加啊, 当然因为报名春季班之后呢, 会给大家绑定这个180磅的优惠券, 啊, 那你报这个班的话呢, 可以使用那个优惠券, 当然如果说, 有的家长说我这个, 啊, 秋季学完了, 还让孩子再复习一下, 能不能报啊, 也是欢迎大家报名的, 嗯, 那么到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短期班呢, 是建议咱们在座学员都去报的, 你可以看到到四月份有一个GMC的, 一错题压轴题冲刺短期班, 嗯, 这个呢, 呃, 就相当于是针对GMC, 它最后四到五道题, 最难的那部分, 我们去冲刺了, 嗯, 不参加春季课程, 可以收到竞赛一本通吗, 呃, 如果没有参加春季课程的话呢, 呃, 您可以获得竞赛一本通的电子版, 但是要获得纸质版的话呢, 是要, 呃, 有一个活动, 就是您向咱们那个资料群里面邀请, 您的朋友进群, 啊, 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要求之后, 您就可以获得了, 啊, 但是如果是春季班在读的长期班学员的话呢, 这个会直接寄送给大家, 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个我们每个月, 的计算小超市, 如果一直在我们长期班再读,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对于孩子的计算能力提升是很大的, 嗯, 呃, 接下来就是全知识点手册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一讲都会给大家发这个知识点总结, 带大家的把长期班的知识巩固好, 其实有一个点呢, 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虽然我们设计了很多很多的备考活动, 但是长期班的学习一定是最重要的, 啊, 一定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到二月份呢, 咱们就去, 因为一月份我们已经上了一些课, 到二月份呢, 咱们就开始带大家打卡了, 这边呢, 会带大家把近十年的这个真题呢, 基本上都刷完, 那你去考试的, 如果这个题能刷到一个很不错的程度, 那考试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到三月份呢, 当我们按照知识模块把真题刷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会去进行模拟考, 然后呢, 去查路补缺, 根据大多数学员都容易犯错的难题, 去进行打卡, 去进行学习, 把这类题搞定之后, 然后到四月份, 我们这个压轴题的冲刺短期班上完, 大家再去参加JMC的考试,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信心满满了, 没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跟大家同步, 就是我们JMC未来的一个备考的一个规划, 一个备考节奏, 好, 那接下来呢, 这部分咱们长期班在座学员应该是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我们学院室的课到底怎么上, 因为有很多家长是今年才加入的,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get ready question的部分, 这部分呢, 建议大家在课前进行预习, 然后在课中呢, 我们会这个图呢, 它写的是一家, 但是到JMC呢, 我们会拿JMC里面的考试真题, 带大家去练习, 然后到课后呢, 我们会有这个课后的作业, 去巩固课堂上学的知识, 那么作业的构成呢, 有这个, 第一个是teaching time, 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自己讲一讲这道题,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有五道的homework, 这个呢, 是大家在我们的系统上去提交, 就能看到答案, 这些题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在课后提供讲解, 接下来呢, 就是十道的basic练习, 然后三道的进阶练习, 以及两道的挑战题, 这样子按到一个难度的层级, 去设计的这个讲义课堂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每节课, 我们会给大家讲我们这一节课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以及关于知识点的数理, 接下来, 就是我们会拿JMC考试里面出现过的真题, 结合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些解题方法去练习, 最后呢, 我们在课堂上还会设计比较有趣的这个游戏环节, 投票环节等等, 让我们的课堂尽可能的生动好玩, 能够因为是在线课嘛, 让孩子能够注意力集中, 把所有的知识呢, 从头到尾都听明白, 好, 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点手册, 也是总结的非常详细, 每一讲都有, 好, 关于课后的话呢, 有一个, 呃, 升级啊, 就是我们在秋季的时候, 这个作业的讲解视频是在这一周上完课之后的下一周会发给大家, 但是呢, 我们觉得就是, 呃, 根据我这边很多家长的建议, 就是有的孩子, 他上完课之后马上去做作业, 啊, 做完作业之后呢, 马上去对答案, 但是要等好久我们的这个, 呃, 课后讲解视频才能够给到大家, 所以说考虑到这一点呢, 我们在这个学期呢, 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我是周四的课, 周四下午六点的课, 那么我在七点半下课之后, 不但会给大家发课堂笔记, 把十点总结, 啊, 还会立刻把这个课后作业的所有讲解视频发给大家, 啊, 也就是说孩子学完之后马上啊, 趁热打铁去做作业, 做完作业, 然后根据课后的这个答案批改完啊, 自己找到错误之后,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给你给你的这个视频马上去改错了, 呃, 这是一个我们呃, 在春季要呃做的更好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呢, 我们就是呃去年这个每周呃就是每周的这个office hour呃对孩子们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啊, 比如说有的孩子在考试下过程中说我们学校今年改了大纲说圆也要考, 那么我们课程中的没有设计员因为不是所有学校都考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通过office hour的形式很灵活的解决大家的这个备考的需求啊, 那么这个学期我们还会继续从呃咱们长期班开始的第二周啊开始啊, 因为第一周呢我们学新知识到第二周呢就解决关于这部分知识的一个啊孩子们遇到的问题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家长会呢啊就开到这里了, 在过去的一年呢大家备考11家啊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也希望呢我们考完之后都能获得很好的成绩, 我们在未来的一月份呢啊也会和大家啊进行沟通啊了解孩子们考的一个情况啊, 据我了解呢很多孩子拿到了很不错的offer啊这里呢呃祝贺大家很棒很棒啊, 然后新的一年呢呢我们再度启航咱们在呃进入中学之后, 无论是这个UKMT的竞赛体系还是我们呃这个中学课程的学习, 希望学儿子都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呃能够跟我们老师呃更更深入的去交流咱们孩子的一个需求, 我们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啊呃好最后呢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资料包, 刚才我说的有这个初级竞赛一本通未来呢整个啊半年的时间我们会把中级竞赛一本通, 升学政策一本通啊以及这个呃等等关于咱们英国的这个定制化的学习的一些内容呢都提供给大家的啊好, ok那么这就是咱们这次的家长会最后提一点就是咱们呃呃最近有那个计算大赛啊如果说呃您之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的话呢呃我们稍后会在群里面也会邀请大家再进入这个计算大赛的群让我们呃收收心对吧, 马上开学了咱们可以去呃听一听学一学通过计算的收收心然后咱们就开课然后也欢迎大家把更多身边的朋友邀请到群里面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啊计算的活动啊我记得上一届呢呃呃大家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好呃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啊大家可以打在聊天区或者说您直接开麦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啊如果说后面啊您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咱们就在这个年纪群里面啊去这个 沟通就可以啊啊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行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呃家长会呢就开到这里了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也预祝孩子们在新的学期里面呃能有更呃更多的收获更大的进步好嘞啊行那我们今天呢呃就开到这里了啊我这边呢就呃结束会议了好我们回头见了拜拜